五十天 現在我們再來 同學碰撞的案例有多多的起館 三月這個消費者的目的基礎 就很快就起館 主教主帝名來表示說 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4%應該沒問題 不過另外的介紹 在蓋同學碰撞的案例也增加 今年這個通口基礎 可能會超過六% 這段十五人在蔡大町 媽媽問介紹怎麼見 不少算是不行 因為最近不少東西 但是價值都變成貴 因為我們家只有一個人 在賺錢 就變說你東西會比較 然後會少買一點 一層或兩層這樣子 但是要共體時間嘛 再來通貨平中壓力氣息變大 根據主教中處最新的通計 三月份消費者沒有基礎CPI 來到百分之三點二千 創下九年半以來新冠 包括事物三個基礎交通 頂七個月的行動全部都去 主教中處主教長主帝名 表示前年經濟的行政論 會向下收到百分之四點控制 保持應該沒問題 不過是另外介紹 起序和通貨平中壓力 增加前方下 今年通口基礎 可能會破百分之六 這是將近十年來的行政論 跟其他國家比較起來 我們是比較低的嘛 北國一個股價股數就8.5了 通口指數是失業率加通貨膨脹率 通口指數比較高 就某種程度就證實了 我們現在面對一個比較麻煩的 就是停滯性通貨膨脹的狀況 台灣的情況其實 主要還是物價上漲 因為我們的失業率 其實還相對穩定 哈佳表示 通口指數儘管 代表停滯性通貨平中來了 而且再來 核心CPI指數 沒有包含電費天然機 優良債費用 塑固跟人民實質的感受 已經不一樣 這都是一個警示 政府要提供經濟 嚇入衰退 記者綜合報導